213. 東方日報 豬三角放大驚 東莞鞋廠公死控上司無憾 2015年7月15日兩岸A31豬三角放大驚 東莞遼報鎮鞋廠原公市興民上週一於宿舍上吊身亡 樓下為書稱被上級無憾偷鞋 威逼他賠償三十萬元人民幣 昨天為死者頭七 家屬聚集鞋廠門口討說法 警方初步調查指使興民是自殺身亡 暫未查出其死前爭被人威逼 逃為東莞一間鞋廠的工作環境 被指偷鞋逼賠三十萬死者女兒 憶述父親上月二六日曾告訴他 指自己被鞋廠上級無憾偷鞋 並要求他賠償三十萬元 死者環警告女兒要小心行蹤 因為上級已經找到他的住處 他估計父親自殺或與有廠方上級 把工廠財物據為己有有關 因爲父親曾向他提過 好幾次加班時的打掃工作被上級故意撤開 父親當時指他們暗地搞什麼我都清楚 女兒估計父親因此而被人無憾 鞋廠負責人回應傳媒查問時 最初否認廠內有丟失孩子 隨後卻改口承認 目前警方判斷者為自殺貪 兩岸組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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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